口腔癌顧名思义 口腔癌顧名思义就是 發生在口腔裡面任何一個部位的二性腫瘤 口腔的癌症跟其他部位的癌症一樣 它也是會有分歧 從第一期到第四期 當然在第一期之前 也有所謂的原胃癌 我們叫做第0期的癌症 那原胃癌在定義上面 並不是真正的癌症 它是屬於癌前病變裡面最嚴重的部分 那接下來原胃癌 如果沒有去處理的話 它進一步就會轉變成真正的 第一期的口腔癌 大部分的發生的原因 都是跟醃酒檳榔息息相關 但是也有大概一層到兩層的人 是跟醃酒檳榔的習慣沒有相關的 第一個我們叫做 長期口腔裡面有一個刺激性的破皮 外傷的傷口 比如說我們口腔裡面的這個 假牙或者自己的牙齒有個尖銳面 或者是假牙不合常常會咬到我們口腔的連膜 那長期下來這些外傷性的破皮潰瘍 最後轉變成癌症 那第二個也比較常見的一個原因 就叫做口腔裡面長期存在的一個 謎難型的口腔扁平胎癌 通常在人口裡面大概1%到3%的人 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它表現就是在我們口腔連膜上面 會有一些白色的條紋 那如果是謎難型的口腔扁平胎癌 那常常就會合併有一些謎難性的一個 潰瘍破皮的傷口 差不多有1%到3%的人 最後會轉變成口腔癌 第三個可能產生口腔癌症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跟我們的人類乳圖狀病毒的感染有關係 基本上它會發生在口腔裡面 常常可能是跟我們的一些 口腔的一個不正常的一個性行為有關係 那另外更少數的口腔癌症的起源 就不是來自於我們的口腔連膜 它可能來自於我們的二骨的細胞 就所謂的發生在我們二骨的骨癌 或者是來自於我們的這個口腔唾液腺的癌症 或者是來自於口腔裡面的一些結地組織的癌症 我們叫做所謂的肉癌等等 但是它發生的比例相對又更低了很多